看能不能上上去 小红加油 小红车加油 上去了 好了 我到了 嗯 拜拜 拜拜 嗯 拜拜 今天必须要捡快养殖啊 好的 在回去的路上捡到一位小哥哥 其实阿宁那个小姑娘长得还蛮漂亮的 你在这边就一直都听说阿宁吗 对 这里大部分都是阿宁的粉丝 哇 这么厉害阿宁 阿宁有十几万个粉丝 呃 一些粉丝吧 其实我上次见过阿宁一次 我那个老乡也是阿宁的粉丝 嗯 也是从广西跑 跑来这里 嗯 然后 你们都撑上钱了吧 应该 都行吧 也有七八万的 也有像我们这些 捡了两个多月了 那你 差不多有十万的 你们经常议论阿宁的什么 就是听阿宁的什么 我的老乡是听阿宁的粉丝跑来这里 来捡狱的 嗯 然后呢 他呢 在这里捡了 差不多也有五六万嘛 嗯 有五六万啊 嗯 然后 嗯 都变成钱了没有 他没有卖嘛 嗯 都是 都是先捡了 捡了之后 出去的时候 如果 洪水下个月 下个月啊 对 十五六号的时候不是拿洪水吗 对 六月中午发大水 到时候红水一过来就可以见了 嗯 你觉得阿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我没见过 所以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听说过别人说阿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些听说的 但是我听的不是很明白 你说吗 可以 什么可以 就是人可以 他们都说阿宁人可以啊 还有呢 不然的话 也不会有那么的 那么的 好进来 对啊 我我听 我还听到说 说阿宁的小姑娘 长得还蛮漂亮的 我一直有信 想认识她一下 但是 上次就在 若昌见过一面 怎么 我还就没见过 呵呵 其实你没见 那个时候 安妮是来了 但是我在对岸 他们在对面 嗯 我们对岸 那边只有两三个什么 他们大本营都是在对面 嗯 那个时候 我跟我的想搬过来的时候 哎 安妮走 嗯 在这地方监狱好不好玩 好啊好啊 就是 不方便 这边 比如说什么不方便 你看 要删没删 有删 但是没刺 那肯定没删 有删 没删 没删 没删的话 好多人都来了 那是没办法的 没办法的人才才才才才才才会来这里 嗯 对 就像我 就像我那老师 欠了30多万 然后 然后看了阿宁的视频才跑来这里 欠了30多万 看了阿宁的视频跑来这里 然后现在 他减着签了没有 他减着 签了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 这里面捡的最多的人 捡了有多少钱 最多的 有些可以捡到 100多万 100多万 嗯 也有的 780万 就像我刚才 刚才掉楼厕的那个嘛 那个昨天 捡了几万块钱 一天都捡了几万块钱 一天捡了几万 嗯 我觉得不能那样说 黑皮 黑皮 跟那个红皮 特质 只要 只要他不裂 那你打算停在哪 我看到前面有两个车 我看到前面有两个车 有两个车 好 怎么和你小朋友 你小伙伴走现的 就是那天 我嘛 我在上面检阅 然后我就 今天那个 那个山崖下面嘛 那个 八公里里面嘛 嗯 然后就是 呃 我们两个 我那天晚上就 差不多八点嘛 我没上来 我就在那个山洞里面睡了一个晚上 哇 那个山洞里面也有人在那里扎椰 给他送到老银笠吧 给他放在这儿 哦 给他放到老银笠吧 我带你去老银笠 也行 老银笠有人 我跟你说 我就给阿姨 我就给你 你想 你想 你不信 你不信 这个小朋友呢 居然 就是 他跟他的小伙伴 他跟他的小伙伴走散了 然后他一个人 现在就是 呃 刚刚我们从那个 我们的大本营出来 然后从那个营地出来 然后遇到他在旁边搭车 然后 嗯 挺无助的 然后 很 很巧的就 聊起了我 然后我一直都在录视频 但是这个小哥哥 他一直在说 阿姨阿姨阿姨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 然后我们就录起了 嗯 然后 嗯 其实他也不知道去哪捡 然后我打算 我本来 本来 如果他不说起这些的话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给他放在路边 我就走了 但是呢 既然他说起了 嗯 而且很明显 他根本就不知道 哪里可以捡到 所以我决定给他放到 老营地去 嗯 老营地那边 现在正在驱赶人 但是呢 他一个人的话 嗯 怎么在那边 都可以捡到一些 嗯 而且一个人的话 先将就一下吧 先将就个 几天时间 在我上面走 希望他能够顺顺利利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